娱乐频道综合报道 男性小鬼黄洪生过去因主持节目娱乐百分百而走红 2016年因既望全力冲刺歌唱及戏剧领域而放下主持棒 近来他推出新专辑专辑 特地回到百分百宣传 更自不想跟老大当凯悦一夜情 小鬼与凯悦过去一同主持节目默契十足 两人逗趣的互动深受粉丝喜爱 日前小鬼回娘家再次与凯悦碰头 小鬼与天气女孩妞妞的绯闻也成为瞩目的焦点 被问到妞妞杨成林及凯悦要如何在女朋友老婆一夜情间做手牌 小鬼回答杨成林是女朋友妞妞则是老婆 当众人纷纷起哄要记者快拍照并问她原因时 小鬼秒答因为我想跟凯悦一夜情 超快反应让凯悦笑喷 小鬼也自曝过去常常与凯悦在打闹时不小心撞到对方胸部 虽然尴尬她也只能说不好意思 而凯悦的反应则是害羞的说没关系 接着立刻跑离现场 小鬼又与凯悦主持默契十足 翻设自小鬼凯悦IG 小鬼笑说想跟凯悦一夜情 截取自YouTube 小鬼又二重返百分百宣传 翻设自小鬼IG 约终34分开始 影片取自YouTube 如遭删除请见谅